怎么了这是 你看那几个人的怎么了那是 这怎么回事啊这 这刚刚打架了 你看 伤得不轻了 向雨人受伤了 也不严重了 咱们要不要报个警 就是啊 打10 打120 得打120吧 赶紧送医院吧 嫂子 师哥 你这伤再涂慢点就好了 职业班这么行 那我先走了 你怎么了 小摸可以光明正大的摸 谁要摸你了 我来看看 你这个是个人的摸 是吧 你这个是个人的摸 是吧 我来看看 我来看看 可不省心的女人 总往外跑呢 什么叫不省心的女人啊 我可是你姐姐 别总拿姐姐当当心拍 阿玉 好点了吗 爸 云野 爸 云野 身为一个医生 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我这是见义勇为 好样的 照顾好姐姐了 你也不如骂我呢 薇薇啊 爸 你找医生给她做个脑CT 我看她呀 这脑子被撞坏了 放心吧 爸 这脑CT都做完了 她这脑子呀 没问题 没问题就好 爸 这臭小子 赶快们走 看到她就来气 你爸呀 就这确脾气 这个汤啊 还是他给你煲的 一会儿趁热喝了啊 来 好 我先走了啊 云野 慢走 好 云野的汤我都喝腻了 我想喝老冬家的滋补汤 你今天先把这个汤喝了 明天我就给你买 听话 喂 秋雨 姐 昨天我一直没等到你 今天你也没来医院 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没事 昨晚不小心摔了一脚 今天请假 你严不严重啊 我现在去看看你 不用 我休息两天就好了 对了 昨晚姐姐一个人 没见赵一边去吧 你先别管这件事情了 照顾好自己 这些等咱们见面再说吧 嗯 拜拜 我去见赵一彬的事情 只有秋雨知道 肯定不可能是他 这小子呀 看着文顺多了 有点小时候的样子了 对呀 那以后你们父子俩 就好好说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